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惊悚哥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屋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奇心害死体操少女 野外剪刀奇怪鸟蛋,千万不要自己孵化的故事 不久前,少女汤亚凭借出色的体操天赋 考入芬兰姆名牌中学 这份荣耀的背后,是母亲艾维斯平日里的严格要求 和女孩自身的不懈努力 自从汤亚入学后,艾维斯紧绷的神经总成得已舒缓 母女之间的关系也重新变得融洽起来 泰亚的父亲比利是个毫无情趣的男人 平日离靠制作各种设计模型过活 弟弟米勒的性格和父亲有些相似 比较内向又不善言辞 表面看来,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满 但事实上,作为妻子的艾维斯 早已经和丈夫比利貌合神理 悄悄喜欢上了一个名叫汤姆的男人 这一天,一家人正在用自拍杆记录甜蜜的家庭生活 屋外突然传了一声脆响 泰亚满怀疑惑地拉开窗帘 发现玻璃上沾着一根带鞋的羽毛 似乎有只鸟专在上面受了些轻伤 他满怀怜悯地开窗查看 一只黑鸟猛地从外面飞入屋内 碰到了桌上的花瓶 打碎了漂亮的玻璃吊灯 家里被搞得一团糟 除了泰亚之外 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对吱吱不速之渴 表现出了满满敌意 也许是泰亚的善意 让鸟儿对他产生了信任 当他走到近前的时候 小鸟并没有选择飞走 而是乖巧当的女孩 把自己包在了脸部里 泰亚小心翼地抱起小鸟 准备把他送到外面放生 这时艾维斯走过来 谎称要替女儿带牢 把小鸟放归森林 泰亚信以为真 就把小鸟交给了母亲 但万万没有想到 艾维斯竟然双手使劲一拧 生生拧断了小鸟的脖子 泰亚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母亲平日里严肃惯了 他也不敢上前顶嘴 只能伤心欲绝地 把鸟儿的尸体扔进垃圾桶里 但他并不知道 就在他走后不久 小鸟的尸体竟然动了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让那几点遭受致命重创 却依然负有生命力 一切都开始变得令人难以琢磨 这天夜里 屋外起了大风 泰亚隐员听到院子里 传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这让他想起了那只死去的小鸟 于是趁着夜色 再次打开了垃圾桶 里面的食物残渣 已经腐败变质 无数蛆虫在上面爬来爬去 但奇怪的是 那只小鸟竟然不见了踪影 按照常理 它应该成为了蛆虫们的食物 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消失不见呢 泰亚疑惑之际 远处不满迷雾的森林里 传了一声清晰的鸟鸣 像是那只小鸟 在远远地呼唤它 它撞着胆子寻声找去 竟然发现那只受伤的小鸟 烟烟烟烟烟烟烫躺在地上 泰亚不忍心看小鸟垂死挣扎 于是捡起石头 亲自结束了它的生命 小鸟死后 它在一旁的鸟窝里 发现一枚鸟蛋 难道说 这就是小鸟召唤它过来的原因 它小心翼地把鸟蛋带回家 藏在了自己的被子里 小鸟的死亡给泰亚很大打击 致使它在第二天的训练中 频频失误 性格内向的它 面对老师的指责 和同学们的冷嘲热讽 默默选择了独自承受 当天下午 泰亚气鼓鼓地跑回家 似乎想用这种方式 舒缓心中的愤满 可学校的烦心时还没有理清 家庭的危机又接触而至 泰亚无意中撞见母亲 和一个陌生男人 趁父亲不在家时 在客厅里清醒我我 为了收买女儿 艾维斯送给她了一条漂亮的体操服 并为完解释了自己 和那个名叫汤姆的男人之间的关系 泰亚答应替母亲保密 但看着老师本分的父亲 还被蒙在鼓里 又忍不住心疼起父亲来 泰亚无数倾诉内心的苦闷 就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偷偷讲给那名鸟蛋 奇怪的是 鸟蛋相较于她刚刚捡回来的时候 明显变大了不少 泰亚对此并不在意 她想把蛋孵出来 算是完成了小鸟临死前的嘱托 为了不让鸟蛋被母亲发现 她把她塞进了不偶熊的肚子里 第二天 体操队教练告诉泰亚 最近有一场极为重要的比赛 现在队里争取到一个宝贵的参赛名额 派出的选手将会在泰亚 和另外一个名叫威拉的女生之间产生 母亲得知之后 亲自跑到学校为女儿争取命额 但作为竞争对手的威拉的动作 比泰亚更为到位 所以教练更倾向于对方 艾维斯无法接受自己的女儿比别人差 于是强行陪女儿在学校训练到很晚 泰亚手上摸起水袍 腿上也被摔出了鱼青 但母亲却肃毫不为所动 直到学校管理员提醒他们 场馆即将关闭 艾维斯制裁让泰亚停了下来 可即便如此 她对泰亚今天的表现依旧十分不满 夜里 泰亚打着手电扶摸那只怪弹 当她的手掌接触蛋壳 上面阴影泛起一丝红光 看起来诡异而神秘 她可以明显感受到 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正在被孕育出来 这天晚上 母亲趁着和泰亚交谈的机会 坦白了自己的想法 她觉得泰亚的父亲比例一无是出 而且多年来一直都是她 在为这个家庭默默付出 总之 她讲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是为了提前告知女儿 自己已经打算摊牌 离婚后 去追求新的幸福 希望女儿到时候能和自己一起生活 泰亚刚开始以为母亲只是婚内出轨 没想到现在竟然想拆散整个家庭 但即便如此 她却只能默默接手 随着时间推移 怪弹也变得越来越大 泰亚每天都抱着她入睡 并和她倾诉自己的苦闷 这天 她的眼泪滴到了蛋壳上 神奇的事情再次产生 那枚蛋吸收了她的眼泪 里面的生命 也有了阴影而出的冲动 随着清脆的破壳声 透过缝隙查看怪鸟一点点破口而出 怪鸟透过缝隙看了泰亚一眼 随后便破窗而出 父亲比利听到女儿房间里的巨像 急忙过来查看情况 泰亚谎称一只小鸟飞到了屋里 父亲着她略感疑惑地退了出去 此后 泰亚和怪鸟建立了奇怪的友谊 她为怪鸟洗澡 并让她躲在自己的床底 这天晚上 外面的狗飞声让泰亚不堪其扰 床底的怪鸟似乎感应到了她的心意 第二天一早 她就把昨夜狂飞的小狗尸体 摆在了泰亚床头 似乎 她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来报答泰亚的恩情 泰亚被恶心到了 忍不住大吐特吐 为了不给自己惹上麻烦 泰亚趁父母不在 偷偷掩埋了小狗的尸体 但这一幕却被躲在屋里的弟弟看到了 她毫不犹豫地把一切告诉了父亲 比利得知女儿在做奇怪的事情 于是拉着儿子到泰亚的屋里询问情况 但能看到女儿床单上的血迹之后 误以为女儿来了丽家 所以失去的带儿子退了出去 泰亚有惊无险地帮怪鸟隐藏了身份 这天夫妻俩出差归来 给姐姐泰亚买了礼物 唯独冷漏了米勒 她为了报复姐姐 在院子里挖出屋头的狗尸 并谎称姐姐杀死了女家的狗 并把她的尸体埋进自家的院子里 尽管如此 父母仍旧痛斥了米勒一番 让她回屋反省自己的问题 米勒气鼓鼓地把姐姐推倒在地 因为她觉得父母之所以偏心 完全是因为他们只在乎姐姐 所以冷落了自己 泰亚捂着被磕上的额头 冷冷盯着弟弟 几乎同时 躲在床下的怪鸟 同样感受到了泰亚的愤怒 弟弟戴上面具给自己撞单 悄悄撩起姐姐的床单 却差点被怪鸟锋利的爪子弄伤 小男孩被吓得跌坐在地 而泰亚也像是得了某种怪兵 倒在地上抽搐起来 母亲听到米勒的喊声 紧忙冲进泰亚的房间 她先是根据米勒惊恐的描述 翻看了床底 里面空空如也 截着头打开了衣柜 却发现自己给泰亚吃具自满的体操服 已经被损毁得不成样子 她失望地看了眼女儿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泰亚的卧室 母亲并没有发现 此时怪鸟正躲在衣柜上方 悟倒父亲还是怪鸟弄坏的 看着母亲离去的背影 泰亚知道自己深深地伤了她的心 但为了不让怪鸟的秘密透露 她也只好自己承担所苛责 为了不让怪鸟给自己再惹麻烦 泰亚让她平日里只能躲在柜子里 并且每天给她提供鸟食 随着怪鸟一天天成长 竟然有了自己的意识 并装模作一样地穿上了泰亚的衣服 这天晚上 米勒奇去骑手间 竟然再次看到了身穿姐姐衣服的怪鸟 她误以为是姐姐趴在地上 背对着她做出奇怪的动作 顿时被吓得不轻 发疯般地跑回了自己的卧室 不久后 怪鸟光顾赖维斯的卧室 并在她的腿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艾维斯在睡梦中惊醒 由于丈夫出差不在家 她发现自己身上的异状之后 便怀疑有人半夜闯进了家里 于是提着刀四处寻找不速之客 这时米勒哭喊着找到母亲 并表示自己的姐姐是个怪物 她亲眼看到姐姐在地上爬行 动作特别古怪 艾维斯忍不住又把米勒痛吃一番 大晚上不要胡言乱语 即便你不喜欢坦雅 也不能说这种话来诋毁她 毕竟她是你的姐姐 小男孩被怪鸟吓得神神叨叨 而复化猪干鸟的坦雅 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女孩维拉是坦雅在体操队里 最为强劲的对手 如果几天后 她的成绩不能出现至得飞远 那么体操比赛的名额 将会落在维拉身上 母亲艾维斯很替女儿着急 但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提升 光靠拼命练习很难实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坦雅将与那场极为重要的比赛无缘 沉重的心理包袱压在了坦雅心头 由于怪鸟和她心意相同 所以坦雅的困境就是她的困境 这天晚上 坦雅坐母亲的车回家 她隐约感到一次不安 在结合之前的怪鸟吐狗时间 她很快就联想到一种可能 那就是怪鸟要对头的女同学下手了 果然正如坦雅担心的那样 威拉回家途中遭遇了怪鸟的跟踪 不久后就遭遇了袭击 坦雅在车里感受到了怪鸟的愤怒 于是回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选找怪鸟 但奇怪的是 她只在地上找到了怪鸟的聚会 却没有看到怪鸟的影子 不久后 坦雅但不信艾维斯终于和丈夫比利摊牌 承认自己出轨的事实 比利并没有和妻子争吵什么 而是沉默不已的选择放手 就这样 这段冒河神里的婚姻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艾维斯还没等离婚证办下来 就急不可耐地带着坦雅 搬到了新欢汤姆的家里 汤姆多年前和妻子离婚 现在独自一人带着一个小宝宝 艾维斯和坦雅的到来 让她感到异常兴奋 当天晚上 怪鸟再次出现在窗外 此时她已经退去了鸟会 初步有了人的样子 但乍看上去依然其貌不扬 因为泰雅搬到新家 只能护们去同睡 所以她没敢放怪鸟进来 第二天一早 泰雅就得到了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 女同学为了遭遇怪物袭击 住进了医院 她几乎可以断定 所谓的怪物 就是自己付出的那只鸟 泰雅带着鲜花前去探望 却没想到对方失去了一只手 几乎成为一个惨废 出于愧疚 泰雅想对对方表示安慰 却被了对方坚然猛然惊醒 一边惊叫 一边死死抓住泰雅的手 她害怕极了 只好甩头威拉的纠缠 匆匆跑出了医院 回去的路上 艾维斯虽然嘴上对威拉的重伤表示遗憾 但内心却狂喜不已 现在比赛在即 威拉不能出席 那么泰雅将毫无悬念地 成为他们体效 唯有资格参赛的选手 泰雅虽然也有好奇心 但绝不会为了争夺名额 去重伤同学 她看向自己的双手 仿佛上面已经战争上了罪恶 回到家后 泰雅狠狠地抽了自己 一起响亮的耳光 打在自己脸上 却痛在怪鸟身上 此时 怪鸟已经完成了 极大成都的进化 外表几乎和泰雅一模一样 只是思维和动作稍显迟钝 平日里 泰雅为了喂养怪鸟 从不止一次 冲当鸟妈妈的角色 那就是排位消化完的食物 吐出来给小鸟吃 这天 泰雅正在屋里喂鸟 继父汤姆听到屋里的异响 打算进去查看情况 泰雅急忙躲在门后 防止对方看到怪鸟 但他入小的体格 又其能拦得住继父 门被打开了 怪鸟正吃相难看的 在碗里吞噬泰雅的呕吐物 继父被吓了一跳 以为泰雅突然变成了疯子 被9253的怪鸟 恶狠狠着汤姆扑来 躲在门后的坦雅 机忙百万关上 这才避免立场更大的灾难 但汤姆却因此加上手掌 不久后 泰雅找到继父 恳求都不要把自己 发疯的事情告诉母亲 汤姆正在考虑如何回应 艾维斯就开车过来 接泰雅去学校 今天是作为重要的比赛日 因此他们绝对不能迟到 临走时 泰雅担忧地望向阁楼 怪鸟要停留藏在窗后 朝他张网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因为母亲爱维斯平日里 对继父的孩子表现出的关心 让泰雅多多少少有些吃醋 正视着不经意见流露出的小情绪 让怪鸟找到了杀人的理由 他拿着斧头 悄悄朝婴儿靠近 试图帮泰雅杀掉 他争夺母爱的婴儿 泰雅感受到了怪鸟的愤怒 立刻联想到了 他可能要做的事 为了阻止怪鸟行凶 泰雅故意从单杠上摔下来 让自己受了些轻伤 与此同时 怪鸟手不拒痛 忍不住扔到了手里的斧头 这时继父汤姆到婴儿房里照顾孩子 刚好看见 和泰雅长相一样的怪鸟 正凶声恶煞地 准备对孩子下手 好在他及时出现 怪鸟只在嘶吼一声 跳窗逃走 比赛没有完成 母女俩扫兴地回到家里 汤姆显然把怪鸟当成了泰雅 因此对他十分忌惮 为了宝宝的安危 他不得不把母女二人全部赶了出去 艾维斯不明所以 但看对方如此决绝 也不好再说什么 当天晚上 走投屋路的艾维斯 又带着女儿回到了前夫家里 雨滴并没有拒绝他们母女 反而表现得几位开心 泰雅刚刚回到他熟悉的卧室 怪鸟就来到了窗外 经历了种种变故 泰雅已经对怪鸟失望透顶 他把对方推出窗外 并表示不想再见到他 可怪鸟却并不打算放弃 夜里 他悄悄潜入家里 母亲艾维斯无将怪鸟当成了泰雅 觉得他的头发太过蓬乱 于是强行把男子凳子上 踢得梳头 但由于太过用力 竟然一声声拽掉了 怪鸟的一块头皮 怪物被彻底激怒 发疯般对艾维斯展开了攻击 泰雅为了保护母亲 急忙拦架了怪鸟 艾维斯吃惊不已 他可不曾记得 自己什么时候生了两个 一模一样的女孩 泰雅急忙解释 怪鸟不是人 而是他从一颗蛋里 孵化出来的鸟 泰雅告诉母亲 所有的恶事都是怪鸟干的 和自己毫无关系 现在他想摆脱对方 却想不出任何办法 艾维斯鼓励女孩 勇敢面对这件事 并递给她了一把剑刀 母女二人准备联手杀掉怪鸟 好让泰雅的生活回归正常 随后 艾维斯又把消息 偷了给前夫比利 和小儿子米勒 并表示自己以来都错怪了米勒 他之前说姐姐是怪物的时候 并没有相信她的话 得到消息之后 一家人手势利刃 在屋里寻找怪鸟的踪迹 怪鸟率先按捺不住 对艾维斯发起偷袭 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 艾维斯终于占据了伤风 坦雅听到屋里的动静 急忙赶了过来 此时怪鸟躺在地上 看起来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 艾维斯让坦雅亲手解决到那只怪物 可坦雅却犹豫了 因为他和怪鸟心意相通 如果怪鸟死了 自己会不会死 他不敢去想 这时 艾维斯见女儿迟不肯动手 还以为他想大发慈悲 留下那只怪物 于是举起剑刀 准备替坦雅杀掉怪鸟 坦雅急忙上前劝阻母亲 却不料撞上了艾维斯刺来的剑刀 坦雅胸口中了一刀 缓缓倒下 临死前 他的鲜血流进怪鸟的口中 怪鸟推开坦雅的尸体 缓缓站起身口吐人言 艾维斯看着一脸冷漠的怪鸟 嘴角露出了一丝欣慰的微笑 似乎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怪鸟 才是他理想中的女儿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孵化上于2022年 由汉娜 伯格霍尔姆知道 该片以新奇的构思角度 和离经叛道的表现手法 为我们呈现了一则 令人咋舌的黑色童话 激情的亲情关系 以及糟糕的人际关系 构成了女孩弹牙成长的最大阻碍 重压之下 一个异化的鸟人破口而出 与其说这是一部魔幻恐怖片 不如把它看成一部心理惊悚片 鸟人并非真实存在 而是女儿为了应对母亲的苛刻要求 所产生的分类型人格 所以 鸟人喧宾夺主 母亲也终于露出了一位深长的微笑 那么 她究竟想要一个心知健全的女儿 还是一个冷漠无情的怪胎呢 对此 您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UG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